投訴,以及當初在監獄裏面 又落選監獄 如果大家要賣書,就要及到去賣書 我們都在談到哪裏 所以入市賣書實現了 這是一個好機率的大家 你今天8年入市好機率 就快點賣書 然後裏面有一些我的監獄手稿 即是在裏面會有一些 親不捨的內容 都會在裏面 我希望透過出版這本書 令到社會上更加了解政治犯的心路歷程 同時是特別針對著青少年監獄裏面濫權的情況 令到社會上有更加多的理解 因為其實目前依然是有十幾二十位的政治犯在監獄供應 所以我在本書的結譯那裏 其實都是特意提供了這個寄信給政治犯的順子 還有提供了這個星火同能他們寄信的地址 希望很多人看完這本書 可能對政治迷太有興趣 或者未必是很了解的朋友 都能夠寫信給在監獄裏面服刑的政治犯 所以總括來說 這本書記載了很多懲教濫權 青少年監獄補粗 適逆的情況 那我現在講完懲教的情況 有關我早前在懲教做的上訴 其實經過多番的查詢之後 其實懲教署是回覆我在東投監獄的投訴為虛假 那懲教署投訴調查者表示我的投訴虛假的原因 就是被投訴的職員表示事件並無發生 那如果只是單純因為被投訴人士聲稱這件事沒有發生 而那個投訴的事件是在一個沒有閉路電視的環境進行 我覺得懲教署這樣定性投訴人是虛假陳述 或者裂造事實是匪夷所思的 那與此同時其實我都是 已經是去信了 在上個月其實已經是去信了懲教署 是要求他們交代到底在錄取這個懲教署職員 和在囚人士口供的時候 這個錄取的人數是有幾多個的 因為我作為投訴人至今依然是不知道有幾多人其實錄了口供 也都未知道有沒有辦法索取到這些口供 那未來如果懲教署繼續是不作一個回覆的話 我都考慮是會向這個申訴專員公署 或者是立法會這個申訴簿作出申訴 那我都希望透過出版這本書 還有現有的投訴是令社會更加關注籌權的問題 是 是 其實 今時今日 我們面對著的是 政府 是以國家安全 為實 去收窄香港的結社自由 那其實正如DQ一開始是針對著港獨本土派 後來就牽連到去自決或者法民主派 那都可以預計呢 其實這個打壓結社自由 即不只是取締 正確來說應該是瓦解 香港民族港的手段 有可能是會重施故技 是在 青年申請 本民前 或者是香港眾志等等的組織上面去使用的 那 我們現在面對著一個白色恐怖 龐蟬效應的情況 那 但是 我們都希望呢 是向社會傳達一個信息 就是我們絕對不會因為呢 這些的打壓 而是去退縮 或者是有任何的讓步 是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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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聯辦合下的三中箱出版的書箱 不作發售我的書 已經是 意料之內 過去也都曾經發生的 那在未來的日子 都只能夠說就是 到底會不會再過三五十年之後 在香港灣仔會展的書展裏面 是不能夠再容許我這些被定性為異見人士 或者所謂影響國家安全 或者就是 就是 就是 違反這個愛國主旋律的人士 是在這裏出版 或者是 發售任何的書籍呢 這個都是一個謎來的 那今時今日 去出我第三本書 到底會不會三 三年五年之後 隨著香港政治環境 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收窄 而是令到就是說 就算我找到出版社肯出這本書 可能香港的 就是 書展都會有一個審查 是不讓我們在這裏做一個書本的發售 這個都是一個未知之數 香港眾志過去申請成為社團註冊 就沒有回音 香港眾志過去申請成為公司 最後是被公司註冊處 以民主自決違反基本法 為理由拒絕我們的申請 其實這個公司註冊處的司法覆核 早前入稟之後 在上星期其實剛剛好是拿到法援的 所以現在目前都是排期 是等待開展司法程序 但是我覺得 面對今時今日香港的警方 都不會對於現有的司法系統 去寄予任何非常大的期望 所以我想目前為止 公司註冊處和社團註冊的情況 大概是這樣 到底在未來 可能隔多半年 一年或者一兩年之後 會不會香港民族黨的情況 會同樣在香港眾志身上發生呢 這個我們都不清楚 但是我們都會呼籲香港人 是由這個人大釋法開始 其實所有的情況都是可以發生的 所以我們都是要嚴陣以待 好 謝謝 謝謝